这是贵州大山里的一座工厂 在这里呢已经废弃了三十年之久 四十年前的卫星窝出离在那里 仿佛事情还发生在昨天 如今呢这里只有一人来这里看守 成为最后的首矿人 上百栋庞大的建筑废弃在整条山谷里 鲜红的五角星依旧刻印着当年那个时代的烙印 这里呢就是原单寨国营拱矿场 今天呢就跟随我的镜头 来探访贵州大山里最后的首矿人 听说呢在这个废弃了三十年的矿场里呢 仍有一位五十七岁的老哥 在这里守望着这个精神家园啊 咱们看他在不在采访一下 这就是他的住处应该 好像没有人 大哥在不在 大哥 没有人 咱们不便进去啊 咱们先找个人再说 啊来这里碰到大哥了大哥刚好回来 大哥你现在这个整个矿区没有人了是吧 没有了就您一个人守着这么大片地方是吧 对 那您害不害怕呢 不害怕有什么害怕吧 晚上有没有主要是守这个固定资产是吗 对啊对啊 这有没有人来偷东西呢晚上 现在目前没有 目前没有以前有没有过呢 以前曾经也没有过 以前也没有过 看来这里还是比较安全的是吧 对 我能参观一下您的房间吗 可以可以 那您不好意思麻烦您带一下路 好 像您一个人住在这里怎么吃饭呢 自己弄啊 自己弄 哎呀真是挺辛苦的 这是您住的地方吗 对对对 哇连玻璃都没有 这个小狗子 嗯对 这是您的电动车 哇非常简陋的家 还是烧着这种炉子是吧 对这种小炉子 平时 我看您家还买的油绳 平时自己做饭 对 那去买菜去哪里买的 就这个地方 我看也没有卖菜的地方 到县城啊 到县城里啊 县城里还要开20公里呢 对 就自己骑着这个电动车过去是吗 对 电动车还不错 还是爱马的 对对对 对 这是您平时一个人住在这里是吧 对对 确实挺辛苦的 您来这儿守着几年了 八年了 八年 这八年这个工资怎么样了 工资五百块钱工业 也就是几年前 现在应该涨了是吧 对对对 确实 这一片地方是曾经我们可以说是革命的圣地啊 对 为我们国家就是挖拱矿 为苏联偿战已经偿了很多 对 可以说是我们当时 当时这个地方听说戒备非常的森严是吗 对 有武警吗当时 就是戒备的这里 这边 应该没有 这边没有 就是矿区那边有是吧 对 其他边有 所以当时这边的外人也不能随便进来是吧 对对对 那您平时这个吃饭我看也是挺简单的 对对对 大哥还养了两条小狗狗 作为陪伴 因为担心我们被狗咬 所以呢把一只大狗圈起来了 大哥我看这一片菜园 这是您种的吗 对对 啊 这是种的 对 这是很小啊 这里土地很少 所以呢 种菜也不太方便啊 对对 您就利用这两片地种 种完以后 然后长熟了以后自己吃是吧 对对 大哥这是当年厂里的这个宣传栏还是黑板啊 黑板呢 这是黑板 哦 随随随宣传栏 哦 对对对 像那边 我看这个样子挺像这个灯光球场的是吧 对 上面那边这些是戏台 戏台是吧 唱戏 唱戏和那个放露天电影的 露天电影 看这里这里篮球架是谁搞的了这是 这个是 老板以前搞的 几十年前的了啊 对对对 谁给推倒了 我说这个玩意儿 这个不是推倒的 那些学生 自然断掉了是吧 我看 哦对 那断掉了 自己断掉的 厂里现在看守的主要是一些重型的设备 对吧 对 小的应该也没有了啊 对 这些不算是重型的 像这些都啊 重型设备 国有资产 不可移动的东西有些东西 对 不能说不可移动 应该说它比较大 不方便移动 对对对 哇 这还有个破的摩托车 这个这个是 厂里的是吧 厂里的 这个是东风车 东风车是吧 七十年代的 七十年代的 这个是应该是五十年代 五十年代的 哇 好久呀 这个就是听说这个就是苏联红楼是吧 对 苏联专家住过的吧 住过来 咱方便看一下嘛 我听说当时咱们这个 踩这个拱框 由于技术不够 所以必须要聘请这个苏联专家来是吧 对 哇 这草比人高了啊 对 这当年就相当于别墅是吧 对 这个就是苏联专家的别墅 苏联专家的别墅 哇 啊 这草真是相当的茂盛啊 对 最后的精神守望者 哎 看这个苏联房 看是一栋一栋的是吧 对 现在一栋就住一个人是吗 他一栋住一个人 哦 对对对 好几个人 哦 住好几个人 也不是住一个人是吧 对对 啊呀 这个楼想当年应该是十分的奢华 对 戴卫生间 当年的标语还在是吧 对 看看 哇 曾经老哥讲啊 这里的这个苏联红楼啊 后来苏联专家走了以后呢 这里就成为了厂里的招待所 对 邮件当年的非常的繁华 这里的标记 标语 红色标语 依稀还可以看得清楚 依稀看不清了 应该是 也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 不过听说呢 这边有眼镜蛇是吧 这边有眼镜蛇是吧